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深知肖恩仇遇生计并以名利诱惑肖恩 表示贩卖盗版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而她可以一次让肖恩赚5000美金 这对肖恩来说是笔巨款 她心动地接受了哈维的提议 经过简单的面试后 肖恩获得了首战的资格 肖恩木娜简单并且出生牛犊 她的首战被导演挑选在了一个娱乐场所的公共楼道里 在这个随意挑选的地方 肖恩节节败退 却靠着最后一桩意外的首战告捷 出场胜利滋味的肖恩和哈维来到附近的酒吧放松 前几一场拳击的时间 肖恩的名字已经在地下拳击界传开 不断有人前来和她打招呼 甚至还有其他的拳击经纪人 想要游戏她合作 在这样拳头之上的世界里 名利的获得简单直接 失败者倒下被人遗忘 胜利者站在凹头迎接欢呼 肖恩在酒吧里遇见了仅有一面之缘的族蕾 并且对她一见倾心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 肖恩还遇到了速敌伊万 地下哈维表示她是自己的同门师兄 很明显地上相遇令肖恩很不愉快 她扫兴而归 无处可去的肖恩在街头露宿一夜 并被哈维发现了 她将肖恩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肖恩就此安等下来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拳击首生涯 地下拳击场是一个赚快钱的地方 在第二场比赛前 肖恩的酬金便直接翻倍至一万美元 并且比赛场地也便只一处飞起街道内 在这里肖恩遇到了一块大块头 并被身边人提醒不要靠她太近 显然这位大块头不好对付 战火一触即发 迈随着紧密的古典 肖恩便没有切场 反而气势高涨 很快便战机上风 不料大块头耐力更好 翻手锁住了肖恩的咽喉 地下拳击场生死自负 此时肖恩处境十分危险 因为观众见此群形便猛踢一脚 替肖恩解围 这不料引起愤怒 被大块头围追 肖恩见状立马截住大块头 企图营救那位好心人 拳击赛就此演变成了 一场混乱的聚众斗殴 连枪支都出现在了镜头里 可她的出现原因 仅仅是因为一位女生的饮料 在混乱中被撞想在地 经历了这场没有输赢的比赛后 失魂落魄的肖恩前往足连那里寻找未及 并铁汉柔情地送给对方一个兔子玩偶 铁汉肖恩柔情密意地回到住所 并被哈维告知 她将迎来第三次比赛 基于对方的强大 还必须在比赛中输给对方 以避免上次事件的再次发生 听闻此事的肖恩距离一争 并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健壮的哈维不再多言 并善意提醒肖恩 失去比赛 她将前功尽弃 肖恩的第三者 被安排在一处亚洲风的私人会所 对手是一位短小精悍的泰国人 发学比赛开始的依旧是密集的古典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 肖恩一度处于下风 直到她遇上了和上次一样的锁喉动作 有个上次的失败的教训 肖恩很快便翻转了局面 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利用损活动作紧紧扣住对方 赢得比赛 坦败为胜的肖恩依旧来到酒吧放松 却不料遇到一万 并被对方狠狠嘲讽 连键冲突又起 祖磊及时出现制止 并邀请肖恩来家里做客 她为告知肖恩第四场比赛的对手 正是一万 并且表示自己会拿全部瞎缠赌肖恩输 听闻此事的肖恩非常愤怒 她再次来到祖磊家寻找未及 两人相谈甚欢 便愉快地相处了一夜之后 祖磊对肖恩产生了兴趣 并在网上搜索出了肖恩的一些成长资料 随后观众来解到 作为一名曾经的拳击训练生 肖恩在回忆自己的同盟一万时 不小心将前来趁一家的教练老爸 捎带坐了一顿 就成了肖恩心里过不去的坎 作为本片的最后一场比赛 场地选择在了酒店的露天屋顶 并且依旧伴随着紧密的古典和观众的欢呼呐喊声 一万不断的言语激怒肖恩 两人撞坏了地面隔断 从室外斗志室内 这场比赛似乎更像是一场机缘已久的终极对决 两人贴身肉搏 状况十分激烈 最终肖恩赢得了比赛 电影的最后肖恩表示 哈维他联合组垒将哈维筹集的赌注压中自己会赢 灰心丧气 以为自己赌输一无所有的哈雷破提微笑 两人计划离开伦敦 便相互分享各自的形成计划 就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